美国海军迈克尔蒙苏尔号区逐渐开始服役,军航与防务网2019年1月23日到,到,2019年1月26日,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10点, 美国海军将在位于加利福尼州亚政叠戈哥的北岛海军航空站,举行新驱逐渐迈克尔蒙苏尔号DDG1001服役于世,迈克尔蒙苏尔号DDG1001是三艘朱姆沃尔特机区逐渐中的第二艘,首舰朱姆沃尔特号,已于2016年5月交付美国海军。 该机舰原计划建造32艘,后被削减到3艘,DDG1001机区逐渐项目经理凯文史密斯上校在一份声明中表示,DDG1001的交付,体现了海军和工业团队,多年奉献精神和心情工作的成果。 我们已经从DDG1000中,吸取了很多经验教训,并为最终结果感到自豪。DDG1001将成为海军的重要财富。 该舰以海豹突击对二级军事长迈克尔蒙苏尔命名。 2006年,他与战友在伊拉克拉玛迪执行任务期间,遭手榴弹袭击。 25岁的蒙苏尔,用身体压在了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上,周围的三个战友保住了生命,他自己不幸阵亡。 2008年,蒙苏尔被追授美军最高荣誉胡魂荣誉宣章。 DDG1000集区驱逐舰,三号舰林登约翰逊,目前仍在巴斯钢铁造船厂进行建造,根据2018年2月份提交的国防预算声。 请文件,该机舰在今年早些时候,被赋予新的任务和能力。 海军将雷神公司的标准附用S-M6导弹加装到这种长达186米的钢铁巨舰上, 使其从对陆攻击平台,变身为对舰攻击平台。 迈克尔蒙苏尔号垂直发射系统的发射单元比同类的大, 这使得它能够在未来发射更大、更先进的对陆和反舰导弹。 中国传播信息中心无一番华争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